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测试服更新 其实上周也更新了,然后我上周有点事情没有做视频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周的更新闲 首先是翻新半葬,增加了半葬中后期的伤害能力 满层的天魔的额外伤害从20%目标移损生命值 变成了15-25目标的最大生命值 然后半葬也在上个版本的测试翻新了所有的技能特效 然后二技能范围也加大了,一会儿我们进局内看一下 然后是迪亚斯 深渊之后回复生命多次,仅能帮迪亚斯在对线期扩大优势 在后期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希望迪亚斯在中后期也拥有个敌人缠斗资本 成为一个真正的深渊斗士 被动移除效果 移除原型打击回复80加50造成伤害的生命值 变成了80加6最大生命值 其实原来的那个回血是其实是个吸血 根据造成伤害来的 但现在是根据自己的最大生命值来的 那就是在逆风的效果下可能会更好一些 吸血这个属性就是非常吃顺逆风的 如果你脏杀非常高你吸的就多对吧 但现在是一个基于自己最大生命值 你中后期补点肉桩你就能回的多一点 好 希希 刀铁版本希希在中后期表现偏弱 因此增加了一技能中后期的伤害 然后增加了普攻范围 让希希可以在进的真空气更好的衔接普攻攻击 让被动实际存在 普攻的施法范围从3上调到3.8 一技能施法范围也是3.8 然后一技能目标生命百分比 从3到4.5改成2.5到5 一技的时候缺了0.5 然后满级涨了0.5 好 然后这里有个问题修复 是上个版本卢卡斯调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一技能新增了一个 一技能命中目标会回复生命值 是基于自己最大生命值的 然后其他上周还有什么改动呢 还有悟空的改动啊 就是二技能那个位移嘛 位移技能原来碰到人会停下来 现在碰到人不会停下来了 还有一个李顺诚的改动 因为这里我看不到公告了 我只能嘴巴跟你们讲 李顺诚的改动比较大 一会儿我们直接进局内看 然后还有这个吃金魔允 吃金魔允是回调了被动触发护盾的加速效果 但去除了攻速 就是和正式服相比呢 就是把技术属性23的魔抗去掉了 但是新增了这个每1%的普攻心血提高自己1%的混合防御 最高40点 也就是说假设你在出了一个实际魔允 在出了一个心血装的同时 就按哈斯林的血爪算啊 20% 这个10就30 就是有15点 不是15点 30点双抗就是对对那个战士来说 对普攻战士来说 就是从23点魔抗变成了30点双抗 但是对于射手来说呢 也可以说啊 虽然那个非战士效果减半 但是在你出了一件吸血刀的情况下 你也有30的吸血 那么减半也是15点的双抗 从23点魔抗变成15点双抗 就也还可以 好的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局内的 伴藏的特效 还有最后讲一下李顺承 现在一技能是这样的 二技能现在踩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加速效果 这个加速不是很明显 感觉在溜冰 自己滑过去了 直接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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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魔比之前帅多了 回来 刚刚那个一个有一个短暂的那个动画过程 这个动画过程中你是无敌的 就不管你是主动回去还是被打死回去 都有一个将近一秒钟的无敌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李顺承 这我还没五秒 你都问了 我一直感觉这我还不是五秒 感觉十秒 看下李顺承 脚下这个圈 是他的指示器 就是小于这个圈 这个圈里面如果有目标 你就是进展 如果这个圈也没有目标 就是远程 首先这个样子 说明你的所有普攻范围里面 都没有目标 然后你右边出那个 攻的那个那个小图标 就说明你下次普攻是远程 他就给你自动检测了周围 有没有尼可普攻的目标 如果你靠近这个 这个目标 把它放在圈内了 你下一次的普攻就是刀 做了一个自动检测 这样你可以 这怎么还是刀 这反应不够灵敏 这就对了 但说实话就打起来 我觉得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更多的 就会玩的肯定还是凭肌肉 自己打 然后除此之外 新的李顺诚也回到了 线上版本的两刀强谱 而不是一刀 但是第一刀有额外的回血效果 你看 第一刀有额外的回血效果 我刚刚好像断了 有额外的回血效果 好 然后最后一家最关心的大招 首先基地的龟船没有了 龟船直接放在大招上 就大招 这么大一个圈 会照亮这么一大个圈里面的所有的视野 同时自己脚下产生一个龟船 这个龟船持续30秒钟 然后你可以把它扔出去 并且造成一个范围伤害 然后就是又有治疗 又有龟船 又有加速 把这个木状也杀不掉 这个范围跟全屏也差不了多少 我不说我站在这里 就几乎整个地图都能照到 你打之前可以先照亮个视野 然后自己脚踩龟船 你有30秒钟的时间到达战场 踩龟船还有加速吗 但暴露视野时间没有那么长 你知道这里有个人 你就可以过去把它晕了 然后还有个伤害 这个龟船打中人应该有个暴露视野 有晕 然后再次造成伤害 然后你可以射一箭 然后过去打 你不射一箭直接过去打也可以 一般来说可以先射一箭 然后打然后过去砍 就是一整套爆发会更高一点 那削弱什么东西呢 就是吕胜城的强化普攻 不再随着大招的升级而增加伤害了 就是永远是70%的暴击伤害 就不会像正书一样涨到后面涨到八十九是一百什么的 但是因为现在大招也有一段伤害嘛 这伤害也是比较可观的 我们买买装备看一下 反正这是个七级木装 给他一身买 再买个什么 吕胜城可以买百战神祖 就如果你三段全吃的话 至少还是很高的 反正眩晕时间应该只有0.5还是多少 我看一下 0.8秒 就如果你有位移什么加速的话 是吃不满三段的 你看打第三段的时候 前面已经醒来了 如果你穿了一个什么韧性检控鞋的话 可能是一段的时候 我不知道 如果前摇比较短那种位移 比如说瞬移可能只会吃一段 OK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了 李胜城也是可以考虑做那个 这个的因为李胜城是刺客 啊不对李胜城刺客 那出这个没有 那算了 倒没说 但李胜城可以出魔能枪 好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把两期的更新都讲在里面了 这两期也没有跟太多东西啊 啊不对不对对 稍等各位啊 还有一个东西 虽然不是战场内的东西 但是应该有人会很喜欢 我来看一下 就这种分路匹配啊 排位赛分路匹配功能开启 仅在排位赛模式 宗师级以上的段位开启 匹配前需要在房间内预选 一到五个分路 多人房间需要房间内分路不可冲突 才可以开始匹配 BP系统开始后 可以向队友发起分路交换申请 队友同意后交换分路 对局开始后 请按照分路匹配进行游戏 多次未预选分路进行游戏 可能会有处罚 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感受一下 点击选择想玩分路系统 会按照分路进行匹配 啊就有一个引导啊 但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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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好奇怪啊 点一下这个加号 啊 啊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玩的分路 然后 你就只能 就你进去了之后 你就只能玩你现在想要的分路 不然的话就会有惩罚嘛 他说了 那你好像他至少选择一个分路 比如说我们选打野 啊那么 当前延迟较高 啊什么玩意 啊你也可以选多个啊 你甚至可以全选 就是你能反正 随便让我打什么路都可以 啊如果选四个的话 啊就是这个 车UI刚好是四个 这么精妙吗 到五个就变成了一个全能标志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 打野和射手 然后就可以开始游戏 开始游戏 原卡 理论上应该是你选的分路越多 你比较时间就越短 如果你玩热门分路的话 就是等的时间会长一点 好吧我也不撑排进去啊 大家就展示一下这个这个效果 好那就这样 拜拜